第四节 莫杰一开始 蒲原又打出一波7比2的小高潮 戴维斯又连拿4分 一举将两对比分差拉开到21分 吴戴豪也在3分外线出手得分 玉龙虽然没有放弃努力追分 卢冠良频频切入 不过戴维斯 彭俊彦又连续标进两颗3分球 也交袭的玉龙最后反扑的气焰 最终以83比104不敌蒲原 玉龙纳赤杰如冠良 左进攻篮筐遭对手封阻 记者称智取射 桃园蒲原建筑销顺一角上下场 记者称智取射 第三节 一篮后玉龙重整旗鼓 连连运用控档切入得分 蒲原也频频从外线出手 克明豪完成三分打 企图将比分拉近 不过离棋尾又从三分外线出手得分 萧顺义又切入上篮得分 让两队还是维持在11分的差距 陈景恩接获助攻漂亮 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后仰跳投命中 陈世杰又连拿4分天分数 渐渐拉开两队比分 第三节结束 蒲原以74比60 14分领先玉龙 玉龙纳赤杰如震如中 进攻篮框遭对手包夹防守 记者称智取射 玉龙纳赤杰奈维尔 左进攻篮框遭桃原 蒲原建筑戴维斯 又封阻 记者称智取射 第二节 四节开始 蒲原靠着替补的施静尧 简浩和坎16分 一下子将两队拉近到仅有2分之差 简浩更是4投4中 一个人就连拿10分 戴维斯中距离 出手命中追平分 接下来蒲原发挥团结力量 打出一波22比9的攻势 以38比34反领先玉龙4分 戴维斯上演精彩的反手灌篮 也迫使玉龙喊出暂停 桃原蒲原建筑师 静尧又运求过人 记者称智取射 玉龙纳赤杰崔国曾中 进攻篮框遭对手封阻 记者称智取射 桃原蒲原建筑戴维斯 拿下全队最高分 记者称智取射 暂停结束后 林警榜先切入上篮得手 不过玉龙柯宁豪 摆脱防守得分 吴戴豪篮下出手得分 不过此时蒲原的团队泛满 让玉龙有机会站上罚球线 问法拉近两队比数 不过接下来陈世杰加速切入上篮要到犯规 先完成三分 打 接着又利用玉龙罚球失误 再度切入得分 也让蒲原在单节就砍下35分 上半场打完以49比44领先玉龙 玉龙纳智杰胡凯祥中 跳头遭对守风组 记者称智取射 桃园蒲原建筑陈世杰 又停邀施兰 记者称智取射 桃园蒲原建筑陈冠权 左与玉龙纳智杰 崔国增又争抢篮板 记者称智取射 第一节 首节一开始玉龙就抢下球权 胡凯祥先在中拒出手命中得分 玉龙万元 纳维尔接获队有助攻中距离出手也命中 加上蒲原连续发生三次失误 让玉龙一开赛就打出一波6比0的攻势 不过接下来蒲原彭俊艳在外围三分线找到空档 出手帮助蒲原开张 不过纳维尔在篮下出手又得2分 虽然彭俊艳又挑出一颗三分球企图帮助蒲原拉近比分 不过蒲原首节就出现6-45替补上场的崔国增外线出手命中 拉开两对比数 让玉龙在第一节结束以25比14领先 玉龙纳智杰宇正如左三分跳投 记者称智取射 赛前 蒲原队上玉龙 玉龙羊将立志哥奥斯汀因商将缺证一个月 尽管玉龙赶紧找来去年曾效力台英队的奈维尔就火 所以这场玉龙将马上派出奈维尔队上有着戴维斯作证的蒲原队 玉龙纳智杰宇 玉龙纳智杰奥斯汀又与台北达新工程布拉左聊天记者称智取射 先 发正容 蒲原 简伟如 彭俊艳 李奇伟 戴维斯 吴戴豪 玉龙 胡凯祥 吕正如 柯明豪 李德威 奈维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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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